Odia Jungle 尽管3月份的住房销售指数自两年来的最低水平有所回升 中国一线城市和较小城市对于房地产投资的态度却存在很大差异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9日报道 尼尔森公司为交通银行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3月份中国城市家庭对房地产投资的兴趣 结束了两年来的最低水平有所回升 尽管房价上涨 但是较小城市有更多家庭选择买房 交通银行9日称 由于较小城市的增长势头 两月公布一次的家庭房地产投资指数 继1月保持109不变之后 3月增长到111 1月份的数值是2016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报道称 3月 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 这四个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指数 保持106不变 而较小城市或者说非核心城市的这一指数 则上升了四个点 达到115 这家中国第五大银行表示 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人口 对于房地产投资的态度进一步分化 报道称 这项调查发现 大城市家庭在房价显示下跌迹象的情况下 纷纷采取观望态度 而较小城市家庭则因为房价上涨 表现出更大的投资兴趣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二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账幅连续17个月回落 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然而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账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4和0.1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说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已经影响股市 降低了流动资产的吸引力 由此推动中国家庭关注房地产 作为一个投资选项 尼尔森公司的调查对象是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和成都等地 每年水后收入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 以及其他21个重点城市 每年水后收入至少8万元人民币的家庭 据官方数据 今年头两个月中国住宅投资 同比上升12.3% 达到7379亿元人民币 占房地产投资总额的68% 资料图 这是在兰州市城关区南河路拍摄的一处 在建住宅新华社记者范培申社 这边都是在兰州市城关区南河路拍摄的一楼 在兰州市城关区南河路拍摄的一楼